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大盤結束,今天上漲了157點 漲幅來到0.92% 成交的是4331億 收在1737的位置 那今天也是我們這個端午連續假期 回來的第一個交易日 大盤漲了157點,反應什麼? 反應昨天晚上美股在科技股跟半導體的部分 表現是相對來說比較強勢的 那今天早上在開盤前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這個報仔媒體也報導了 晶圓代工的部分第三季會出現明顯的漲價 所以就導致了今天的台積電、聯電 甚至是其他相關晶圓代工的公司 都有明顯的往上拉抬的一個動能 也就造就了今天的台北股市往上衝 那整體來說,量能還是稍前不足啦 只有4331億 不過從今天的漲跌加速看起來結構算是不錯的 上衝加速是下跌大概兩倍左右 那今天排面上當然還是圍繞在航運的部分 不論是貨櫃或者是散裝的部分 當然這個地方很多人看到 航運的部分都在右上角 都在天上去的不敢追 那沒有關係,你可以去思考什麼 你可以去思考的是 那麼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上面載的是什麼? 載的是大宗物資 這些大宗物資當中有一些也都在漲價 那些股票都還沒有大漲 我認為都是一些機會 所以你可以從航運的這個漲幅裡面去觀察到其他的機會 你不一定在這個位置去追航運 很多都在右上角 你敢追就去做 你敢追就去做 但是也是必須提醒大家 現階段那個已經變成是一個海盜船的航景 嗨來嗨起那個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一定要記得把你的部位控緊 把你的部位控好 那記得要嚴格設置你的停歷損 那其他來看的話 今天電器電燃族群表現也相當來說還不錯 電子零組件 今天被動元件 還有其他的零組件 也慢慢開始往上去做一個翻揚 半量體電子的部分也有大概一個%的漲幅 反映了這整個晶圓代工的事況 電子資金也開始回龍 算是非常的不錯 那整體來說 今天的一個電子的部分成交比重44% 還是沒有這麼的預期來的強勢 所以還是一樣持續等待資金輪動 輪動到哪裡? 電子 還有什麼? 傳產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線外的盤是最好的方法 不是說全部拿電子 全部拿傳產 這都不是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各拿一半 你各拿一半的電子 各拿一半的傳產 你有電子也有傳產 這樣子輪番上陣表現的時候 你的個股的穩健度 你的投資組的穩健度 相對來說會比較好一些 那整體來說 加上九州我認為就是在右上角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繼續往上走 繼續往上走 那均線的狀況也是一個多方格局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目前的盤面 依然是一個多方的一個思維 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衝高不追 押回留意 找買點即可 好 那來看一下在OTC的部分 OTC今天來講的話 一樣上衝下襲 不過中場上漲了一個百分點 那成交是823億 上漲加速比較多 多了大概100家左右 那整體來說 今天的資金流向比較強勢 是光電電子零組件 跟半導體電子相關的族群 資金也慢慢開始回到電子 這個正規群的部分 那當然市場上的話題很大的 還是在圍繞在生計的部分 這高端疫苗 各位 這種股票 我 簡單來說啦 各位 這種股票就是 如果你 沒有辦法去掌握住他的漲跌 應該這麼說吧 你要掌握他漲跌也是不簡單 除非你對消息面非常的靈通 各位你去看 5月31號跌停板 你賣不掉對不對 直接一線跌停板 跌停板 你都賣不掉 好不容易跌停打開讓你賣了 你又賣在最低點 漲停板 變成買不到 買不到買不到 買不到 今天開漲停你又買不到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有進場去掛單的話 今天你不小心成交在這個最高點 灌到跌停板 你一定又下 一天就20% 所以這種股票我都建議什麼 我都建議完全不要看 完全不要碰他 一點資金都不要買這種客戶 為什麼 弄錯邊就死定了 各位你弄錯邊就死定了 這個我認為賭場的機會比較高啦 賭場就比較高 所以這種個股我基本上不碰 我都不碰這種生計股 為什麼 弄錯邊你就死定了 我認為你就死定了 你就直接畢業 你就直接畢業 OTC來講的話 整體來說資金除了在生計部分 還是有大量的資金在高端營灣那邊混之外 其他族群也慢慢開始點火 電子的半導體也慢慢開始有在做一些點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中小型的股票好像有在動 整體來說一樣多方趨勢 站上所有均線之上 這大概是一個多方思維 所以提醒大家 依然是一個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為主的一個動作 整體來說 就籌碼部分來講的話 外資今天連續 連續三天大買 之前這裡連四賣 我跟大家說為什麼 來調整一下畫面 之前這裡為什麼連四賣 原因很簡單 我說過 因為外資要躲一下 那個美國要公佈CPI的數據的這個時間點 公佈結束之後 開始連續三天回補 所以這連續三天的回補 補都是100多億在補的 不過回補量的其實蠻積極的 破壞ratio 1.7 算是一個強多的一個訊號 所以外資從這些現貨是大多 然後破壞ratio是1.7 算是一個大多的狀況 今天其實從馬還算不錯 但是期貨的部分特別留意 今天期貨加了多少口 來看一下 2300口2500口左右的空單 那代表什麼 這裡他開始在避險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的是 衝高不追 但是壓回留意買點 為什麼 因為衝高的時候 法輪也會避險 法輪也會怕掉下來嘛 所以法輪會去做一下避險的動作 會顯示在哪裡 期貨空單 期貨空單大幅度加仓嘛 加完仓之後 一樣等什麼 等拉拉回來 他如果要繼續看多的話 會把空單再平掉 那這時候又是什麼 又是繼續的買點 又是一個買點 所以為了整體來說 那在投信的部分 連續四天在做調節 奉高他也要賣 他之前底部買了一堆嘛 奉高他也開始在做一些調節 所以很正常 很正常 那外資進來做接盤的動作 那整體來說 從今天的一個期限或籌碼來看的話 算是一個比較中性來做的看待 所以整體來說 還是要回歸到技術線圖來看 技術線圖告訴我們 限量就是一個多方格局 超出上面依然是一個 折股做多為主的一個思路 好那一樣 看完這些數據之後 還是帶大家來看什麼 多空投排列加速指標嘛 好一樣來看這個指標 各位 短均線目前多投排列加速 還是佔有優勢 也就是說 盤面上大部分股票 還是中性偏多來做解讀 而且開口又開始發散 有沒有看到 開口又開始發散 所以代表著盤面上 轉強的訊號是出現的 長均線來講的話 多投排列加速往上加 空投排列加速也往上加 這代表什麼 代表現階段強弱勢股的分 也是很明顯的 強勢股會繼續往上走 弱勢股的話會繼續往下走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依然是什麼 依然還是要去選擇 有基本面的 有獲利能力的 有法人在做的 你超出這樣的個股 有大戶在做的 超出這樣個股 操作起來就比較安全 比較安心 你至少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會在現階段 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 一個選股的操作的方法 OK 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那回到盤面來看 好 來 那還是一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周是不是跟大家講 我們有買原物料 我們也有買電子對不對 今天那檔電子股表現算蠻強勁的 造盤 造盤漲了8%多 造盤漲了8%多 盤中創下歷史新高 收盤價沒有 收盤它就漲幅收斂掉下來 但是還是一樣 收盤價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盤中跟收盤都創 歷史新高 中上市價代表什麼 代表往上看 代表往上看 那檔個股的基本面 非常非常的強勁 非常非常強勁 那當然它是屬於這個 相關的電子原物料 電子的上游 它是電子上游的股票 所以我們持續看好它 當然價差還沒有拉得非常非常大 那一樣 這個地方先為了我們的學員的權益 做一下保留 那其他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報告 我們是不是有買原物料相關的個股 今天的表現也都可圈可點 有漲4%的 也有漲快3%的 那其實其實在這我的觀點都一樣 會繼續往上走 我會繼續往上走 盤後手碼攤開來看 法人都在買 法人都在買 所以基本上還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買的個股都是屬於什麼 有獲利能力的 有基本面的 你知道它在幹什麼的 再加上它什麼 法人大滿有特定大咖再買 這樣的個股 我們就可以琢磨它 尤其算起來 它的本益比是非常非常低估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這都我們之前操作的標的物 2376技嘉 還沒漲 在那邊洗 我們這件事在封高 這個地方我們先出掉 為什麼 我說115這裡 很容易遇到前面這個開口 這缺口 會震 所以現在是不是還在這邊震 我們已經把資金抽出來買別的了 買別的了 所以 這裡洗一洗 各位 你覺得這裡會掉下去嗎 我認為不會 基本面大家可以去看它的願營收 你去看它的EPS 你想一想 這樣的個股 值不值得你去留意它 這個都還是在我口袋名單內 雖然手上沒有 但是在我的口袋名單隨時我都有機會跳進去嘛 第二個也跟大家分享 我們之前有操作過的金豪科 一樣金豪科我們之前在這裡操作的時候 我們就封高把賣掉對不對 洗一洗在這裡洗了兩個禮拜 一到兩個禮拜掉下來 今天好像慢慢開始有轉傳訊號 外資大買2571張 相關的記憶體族群 我也都有持續來做留意 所以我認為記憶體的部分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記憶體的部分你可以留意一下 放在口袋名單裡面 去隨機試機去找尋機會 試機找尋機會 那當然我們手中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持有其他電子 跟傳傳的股票 所以為什麼選到這些個股 各位 這些個股都是你買起來很安心的 因為你知道它有獲利能力 因為你它今年賺多少的EPS 你有這樣的把握之後 根本不怕股價震盪 你根本不會怕股價震盪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在買什麼 你知道你買的公司有多少前景 這非常的重要 除了它是有獲利能力之外 還能夠兼顧你的投資信心 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所以在現代的盤子當中 我依然提醒大家 17000點請你有投資的思維 請你買有基本面 獲利能力扎實的好股票 你抱起來才會安全 你才會安心 而不會每天早上開盤起來 就在那邊抖 怕今天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有基本面的公司 你就不用擔心這種事情 OK 你投資起來比較安全 好 那這次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內容 那還是一樣邀請大家 如果你認同我的觀點 你想跟著我們一起布局 下一波精選股的投資朋友們 你可以聯絡 小鹿投資日記 臉書粉絲專頁的小編 諮詢加入精選群組的服務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一樣先來回答一下 我們精選群組的學員 投資上的問題 持股或者是自己有興趣 個股上的問題 好小鹿一開始 首先來看到的是 今天的問題 小鹿看一下 好 今天的問題是海光 海光 海光尾盤是不是拉上去了 海光找牌的時候學員問的 我跟學員報告說什麼 我說這個竹節鋼筋的報價還在漲 還在漲 五月營收 歪歪 22%表現還不錯 目前因為被分盤交易 所以他流動性比較低 不過流行很低 還有人願意推 不錯 往上推他漲停板 跟中虹一樣 被分盤 中虹尾盤又拉起來 那代表什麼 各位 各位 鋼鐵你可以留意啦 鋼鐵你可以 你不覺得嗎 鋼鐵中虹在拉了 威姿怎麼拉 威姿也在拉了 海光也在拉了 那就代表什麼 鋼鐵在漲 各位 鋼鐵啦 你可以留意鋼鐵啦 OK 真的留意一下 我小鹿就提醒到這邊 真的留意一下鋼鐵的部分 那整體來說 鋼鐵報價還在往上漲 那目前依然是 還不錯的一個狀況 那不少的鋼鐵道老闆 都有出來喊什麼 忘到明年去了 我忘到明年去了 中國持續在減產 因為他們要碳中和 他們 和二氧化的生產 生產最大的產業就是什麼 鋼鐵啦 所以他們在減產 減產世界上又有 基礎建設的需求 那攻擊需求失衡 價格就上去了 價格就上去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 我認為 當然 鋼鐵就去往上看就可以了 我剛才去往上看就可以了 那這檔個股 基本上 凱基台北市買超 這檔個股最多的分田主力 那還在買 還在買去往上看 沒什麼太大問題 1517的利期 自行車零組件 也不錯耶 尾盤也都有拉上去 尾盤都有拉上去 我看日池有沒有拉 日池沒有拉 利息有拉 利期來講的話 他不錯耶 業績不是自行車零組件嘛 也可以看同產業的日池 他因為五月營收來看 他五月營收多少錢 4.08億 4億啦 4億來講的話 YY是64% 是歷史次高的好成績 第一季就算0.47塊錢了 整年可以上看2塊錢 自行車這個產業在歐美 目前那邊解封之後 需求是非常非常好的 巨大美麗達單子都滿到明年去 為什麼可以滿到明年 很簡單啊 因為需求很旺 但是很多人會打開 小鹿為什麼巨大美麗達 五月業績怎麼那麼拉長 怎麼那麼掉漆 因為缺零組件啊 各位 缺貴缺零組件啊 所以組不出來 所以當然就沒辦法交貨 所以營收就上不來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短線上 那些品牌商可能會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但是單子畢竟是滿的 後續的零組件只要到貨 營收就會上去了 所以零組件的部分我認為會雨入均沾 所以他出貨給誰 出貨給巨大美麗達 所以利息我認為可以留意啊 利息我認為可以留意啊 防守好區間往上面看就可以了 往上面看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人問 目前還在募集的這個ETF 全球智能車ETF00893哦 那這樣ETF的一個相關的解說 我已經放在我的一個 我放在我的群組裡面哦 學員直接看就可以了 OK 好 聯電滑邦哦 這我都有在看耶 聯電來講的話 外資投資金大買 我認為OK啦 上面來講的話 我說過嘛 聯電就看到六字頭就丟掉了啦 六字頭就不用看了 五字頭出還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裡我認為你可以買啊 我認為這裡可以買 我這裡就防守這大量持上去 未來沒有破就可以了 那當然滑邦店也是一模一樣的概念哦 上面這裡快來到四字頭就不用看了 但我認為這裡也可以看 有機會往上推 我當然上面有幾個壓力位置 就給你做參考 好 金豪科跟技嘉 這我們之前操作過的嗎 當然這可以看啦 我認為這都可以看啊 金豪科五月元收歷史新高啊 技嘉五月元收歷史新高啊 都業績很好 下半年都是忘記 我這都可以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傑敏哦 傑敏是這個 半導體的封測廠 但是業績不錯 第一季的 第一季整體整體的這個營收來看 YY是47%創歷史新高啦 他五月營收也是歷史新高 YY是11% 三綠來講他走勢是蠻比較平穩的 比較沒有那種大波動這樣子 第一季賺1.53 去年整年的就賺5.31 今年第一季賺業績算是不錯了 訂單已經看到第三季了啦 那目前就是在做一些二級體啊 或者是像是電營體 IGBT還有像MOSPHET的部分 那整體來說 觀察這整個電腦消費性市場來講的話 其實 各位 筆電 PC都很旺啊 真的都很旺啊 所以5G或者是這種筆電相關產品 我認為都是目前的世界趨勢啦 所以像這種 半導體封測廠當然會受惠 那車用的部分 他在2022年啦 明年啦 明年的業績才會迎來爆發性的成長 今年來講的話沒有那麼多的出貨量 那整體來說今年的EPS可以上看到7塊到8塊錢 如果以8塊錢就算本益比不是在10倍嗎 我都算很便宜耶 GEO算好公司啦 好公司他的業績真的蠻平穩的 一直都有賺錢 這洗洗這眼症我認為很穩可以往上推 但是我認為他比較不會暴漲 會慢慢推上去 會慢慢推上去 好公司啊這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OK 4128的中天 很有推薦的 糖尿病的藥症過三期了 在這裡跟大家提醒幾個重點 第一 第一個 朋友推薦的 你要再三考證一下 為什麼 因為市場上小道消息 大家傳來傳去 會有個問題是什麼 會有個問題是你以為是內線 沒想到 沒想到 你是最後一手 聽消息最大的問題是這一個 因為你不知道這是第幾手的消息 OK 所以我自己個人比較不喜歡去聽消息買股票 聽內線買股票 聽任何的小道消息買股票 我都是用系統選股去選 適合我的各個我就做 我們 我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比較安穩 比較穩定 我認為啦 那當然 朋友推薦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他說糖尿病症 藥症已經過三期了 當然啦 如果你把這種 升級的股票打開 看我願意說是歷史新高沒有錯 我是歷史新高沒有錯 只是業績來講 你看到1PS或3率好了 這個波動度 真恐怖 這也是很可怕的 去年第一季賠4.56 今年第一季賠1.13 這次廢愛悲去啦 升級的股票 大部分還是比較受到消息面的影響 消息面影響是確實比較明顯的 那籌碼來講的話 其他籌碼都比較偏隔日充 短線客居多 比較沒有真的願意大流倉的籌碼 如果你說要看的話 我認為這咖可以看一下 群意精頂漸層 最近有買啦 連三天買 買了267張 以他承諾來講算買不少 我認為還行吧 有人在顧 有人在顧 只是說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想要反向丟給我們的學員 去做思考 我要你思考什麼 糖尿病症 要其三症通過對不對 為什麼沒漲 這是問題 這麼大的利多 他都不漲 你要小心 那怎麼辦 他目前就在這裡打底 目前在這邊打底 只是說我會建議你什麼 我會建議 如果是我這種個股 這種線型 我是不會做的 我是不會做的 因為為什麼 我沒把握啊 各位 他現在EPS多少 我是沒把握的 我這種沒有把握 我就比較不會去琢磨他 所以你說這種個股 基本上 因為小鹿也不是生技專家 我對生技的研究是比較少的 那我只能給你一個 根據技術面操作一個規劃 你就防守最近這個低點 最近這個低點距離也不遠了 最近這個低點只要不破的話 逢高 逢高 我還是建議拋售 換股操作為主 年限附近都是可以一個很好的 一個換股操作的拋售時間 否則目前我認為 他就是在這地方做一個 相形區間震盪 大概在這個區間下緣 跟區間上緣 你可以留意一下圖上這兩個數據 那整體來說 我認為這樣一個 我真的不建議你去碰 我真的不建議新手朋友 或者建議我們的投資人去碰 為什麼 除非啦 除非啦 你對生技族非常了解 你有特別的特定的view 否則生技族我都建議不碰 為什麼 你要是碰錯一次就死定了 你要是碰錯一次就死定了 ok 就像 舉個例子啦 各位你不覺得這種都投機成這樣 跌停板 灌到平盤這樣灌回去 以基亞來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不知道基亞有什麼問題 只是這段經驗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無量19根跌停板 19根耶 各位 你賺了三五年都沒有用 一次的這樣嚕下來 你就回家了 你就畢業了 就畢業了 所以我都會建議 生技族群少碰微妙 至少我不懂我不碰 至少我不懂我不碰 這是我的觀點 那如果你是想要問中天的話 我給你建議就是防守區間 往上彈起來 我還是建議換別的 不要做這種個股 好不好 我的觀點給你做參考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Telegram頻道 投資人的一個問題 看一下 巨詳哦 巨詳這我比較不熟 看一下 金屬充壓件的 這個我比較不熟一些 比較不熟一些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營運狀況好了 營收來講的話 5月的業績歷史次高 44%的YOI 其實還不錯 三率來講的話 第一季賺0.6 去年第一季是虧錢的 那整年來說一塊多吧 一塊3 一塊4左右 今天低賺0.6還OK耶 其實不差啦 股價應該我建議沒有很高吧 抱歉 20來塊是不是 30幾塊 這兩個我比較不是法人會做的股票 也不是市場上熱門股 那我給你的建議就是技術面操作吧 技術面操作 上面有壓力 下面有支撐 我倒是認為 你就是在這個地方去做 就是逢低你要接 你可以接啦 可以接業績是不差的 但逢高 逢高來到這上方的區域 就前高附近 我還是建議你拋掉耶 我要跟你拋掉 你可以買其他 比較有成長性的個股票 好 2353的宏姬哦 看一下 宏姬來講的話 那 成本37塊18 今天是打第二隻腳嗎 是不是打第二隻腳 要等拐點出來才知道 我認為啦 我認為這個很機優啊 今年可能就2塊 我到3塊錢 本一米也才10倍10來倍 我認為就防守下面的區間耶 下面的區間 量說拉牌都沒有破 習習陣陣 我認為會往上走 筆電來講 它銷售狀況非常好 它低界業績很好 我認為這沒問題 我認為你防守這個大量成長區間 就可以了 2481的強茂 強茂多頭啊 強茂多頭啊 這繼續偏多看就好了啊 你防守這個平台區間 這平台區間沒有跌破的話 這拉回來還是可以繼續往上看 這都可以往上看 這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OK的 你看OK 強茂的EPS也不錯啊 逢高有幾個壓力位 你可以逢高慢慢的 小麥一些做一下部分退場 連貌來講的話 就是大區間震盪 上面有一個大壓 下面有一個大撐 來回大區間 逢高越往上走 我建議你站在賣方 掉下來 我建議你站在賣方 這兩個我認為OK啦 我認為OK 但如果你是說比較短線上來講的話 短線上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防守最近的區間下緣 這區間下緣這裡啊 一堆軍艦不是卡在這裡嗎 我認為這裡就防守一下 這裡沒有破襲襲 這裡還會上 這個族群最強的是誰 抬光電啦 抬光電 OK 所以這整體好像我讓我還是往上看 我讓我還是往這個族群往上看 你看反而重來很穩 反而重來很穩 台陽跟雲層 空手可以追嗎 有沒有上漲空間 台陽比較偏轉機啦 他們的業績不怎麼樣 沒有業績不怎麼樣 但就是偏轉機 我認為要做的話可以做 但是就是拉回做 我拉回買 你不要去這邊啊 跟著人家去追 各位這短線乖離有點大 這拉回來再買吧 拉回來這個區間 我認為可以留意一下 機會點 雲層也是一樣啊 雲層你看這飛來飛去 各位 為什麼 他是高端那一掛的啦 基亞那一掛的 所以你不覺得他跟今天基亞很像嗎 他跟今天基亞很像 他基亞那一掛的 我不建議碰耶 這種股票受 他是生技那一掛的 應該說他跟生技那一掛公司有關係啦 不是生技的 只是 我會認為啦 我不想碰 這我倒是認為這比較投 這都投機的啦 他要做的話就技術面操作 好不好 要做的話就技術面操作 只是我不會做而已 我不會做 這個地方啦 這地方人家手穩 好不好 B904的陣容均價46塊5 該怎麼加碼嗎 小韭菜問到的 我會認為說 這個地方掉下來 已經來到這個20WM跟60WM上港的位置 這個地方是可以加碼的 這地方可以加碼 陣容不錯啦 陣容不錯 這個指向的部分 造指的部分 確實今年業績不錯 當然照此來講 我覺得最強是這個吧 滑指 滑指 滑指最強 因為他還有什麼 中國大陸的這個植林地 探權交易的一個題材在 對吧 我之前講過嘛 所以你說陣容可不可以加碼 我認為下方這裡吧 這個均線位置可以啦 那你就防守這個大量成交區 就可以了 群創 群創來講的話 最近殺回到二字頭出了耶 這裡啊 最後的大量成交區 這裡啊 你就防守這裡吧 這裡不要破就好 只是外字頭已經是大賣了 把人是砍得很明顯 當然有消息傳出來 第四季面板不會漲了 面板報價不會漲 但是喔 但今年業績 我認為也沒有到插到說 已經砍到一字頭了 一字頭附近 如果你是空手 你想要試單 一字頭附近可以留意了 他二字頭一下 我就認為就便宜了 OK 所以這整理來說 我認為就下面這裡有個支撐吧 你防守這個區間就可以了 防守這個區間就可以了 但逢高 彈起來 目前你可能要小小的下修一下 合理的一個價位 因為上面的壓力已經出來了 彈上來來到上面綠色線附近 我會建議先走一趟 我先走一趟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上面的壓力是越來越沉重了 尤其法人又偏向站在賣房 會比較危險一點 2369的鈴升 鈴升來講的話 也是比較偏多的股票 但是也是一樣 他目前 EPS繳不出來 就比較尷尬 我的建議啦 我建議你要偏多看 當然沒問題 下面有一堆均線給你做支撐 防守這邊吧 大漢區支撐住 20日均也在這個地方 這個平台只要不破 我就往上看 逢高過前高 至少先出一半 繼續往上看 我認為還OK 6191金城科PCB可以 第三第四季電子 忘記要來了 這種PCB的股票也要 該動了 各位他們都沒動 也該動了 防守這區間就可以了 沒有破往上看 金城科也是GEO的好公司 只是上面我還是講過 逢到來到前高 附近會怎麼 還是要拋一下 為什麼 業績就這樣而已 業績就這樣而已 南亞科觀點沒改變 上面這裡有壓了 我記得之前有人問 上面這裡有壓力 你要嘛掉下來的時候減 你要嘛什麼 過壓力去減 這兩個位置是可以交易的 第一任的部分 各位第一任要過高了 你去看第一任的報價 DSI指數快要過高了 我認為沒什麼他的問題 南亞科我認為也是樂觀看的 網上看 全新119的成本 我們的Chain問到的 這沒問題啊 多頭啊 20均不是快要扣底上來了嗎 20大麥杯 這可以啦 習近乘應該還會往上飆 你看這個 你看外資投信 這從我沒有亂啊 應該會往上推啦 你看龍杰科 有沒有 籌碼都算穩的啦 我認為PA可以往上看 富彩 看起來籌碼不錯 富彩不差啦 但他的問題是什麼 沒賺錢啊 各位他沒有賺錢的啦 他沒有賺錢來講的話 我認為啦 要買的話 這個平台首穩 就進去買 你就進去買吧 只是上面這裡有壓力啊 之前剛掛牌的時候 這一段也是個壓力 我認為上面的空間很快就會受阻了 不過籌碼是真的優 我籌碼真的優 蘋果來講 怕我認為他有題材 他平概股 有機會才能平概股嘛 洗一洗這一陣的平台首穩 應該可以往上看 逢高我還建議去做一下調節 1605的滑星 滑星適合進場的點位 一樣啊 過這平台就可以啊 過這頸線啊 過頸線你要進就進吧 這裡 看起來是有機會啊 籌碼很穩 同價的部分目前是偏多震盪 洗一洗這一陣同價也會往上漲 那滑星的部分 我認為有機會 就站上這個關鍵的頸線位置 你就偏多去看待他就可以了 6509聚合 聚合來講的話 這我比較不熟悉的公司了 那一樣給你一個技術面的觀點 目前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20日均跟60日均的 雙重支撐位 所以這塊啦 這塊不要破就好了 洗洗這一陣子會往上走 應該可以往上走 過高建議出一半 剩下續爆往上看 光照照上來了 照上來了啊 各位啊業績多好 業績超好的耶 光照很好啦 穩的穩的 洗一洗這陣子應該可以過高 應該可以過高 我認為就防守這個大上區 今天有沒有帶量 有啊 今天帶3萬張的量 今天低點不要破 因為今天低點也是20達拜美的位置 這裡雙重支撐 不要破應該可以往上衝 應該可以往上衝 這OK的 安全的 26是蒙利哦 蒙利在鬼混啊 蒙利在鬼混啊 營收我不確定的 這我還沒有很了解 營收普普啦 營收普普 YY都是雙位數 不過是小幅度雙位數 一計算0.72 0.72 LED來講還行啦 還行 不貴也不便宜 那我會給的建議就是 這個區間 區間要防守住 這裡有一堆成章卡在下緣 這裡基本上就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支撐位 逢高我還建議換股 因為這個太牛 你看上面一堆一堆的反壓 最後認為吧 逢高賣 逢低低多 來回區間操作 我來回區間操作 2002中高後面還有矽嗎 應該有吧 應該還有矽吧 各位你看這個 不是說了嗎 威治 海光 我認為中高也有機會啦 也有機會啦 鋼鐵部分應該是都有機會 所以我認為一樣 防守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大量成交區間比較破就可以 外資金還大買啊 一萬四千多張啊 這喜喜正正應該還有機會往上噴 應該有機會往上噴 那逢高來講 有幾條比較粗的藍線 就是一個關鍵的壓力位置 我還是建議 馮高你可能稍微拋售一下 來回一個區間操作 降低一下你的成本 應該是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了 就跟各位同學們分享到這地方 那還是邀請大家 如果你認同我的觀點 想跟上面一起布局的投資朋友們 聯絡小鹿投資日記 臉書粉絲專頁小編 諮詢加入精選群組的服務 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就到這地方 祝福各位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